新年快樂 歡迎回來日本卓旗寶物門產的節目 今天是1月1日 一年的第一天 今天我們沒有準備盤 也沒有準備教學 在做什麼呢 還是輕鬆說回日本過年有什麼習俗 還有一些細節的 比如香港的人就知道多樣東西 或者是日本的客戶就留意一下 可能你有沒有準備到這些物件 可以幫你去到新年的氣氛 或者去到別人家的時候都知道那個是什麼 好 看看標題 好 1月1日 星期六 今天一年的開始 就完蛋了 我們香港的習俗大家都知道 但是日本的習俗又如何呢 今集又不講本 又不講教學 又講一下日本的新年 有什麼要注意 如果你已經在當地生活著的朋友 可以聽一下 有時候可能你隔壁鄰舍在做一些事 你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讓Thomas講一下 好 我要講一下 先介紹一下公司 卓杰物業有限公司 2007年成立 然後2015年就成立了 卓杰日本不動產 然後2016年開了中環 然後2018年就開了長沙環 Kent在那邊 接著今年 不是今年 去年 去年9月 我們的主辦辦公司就搬來尖沙咀 Chris就在尖沙咀那裡 有些客人都上過尖沙咀那裡 或者我們有些說明會搞 你們都可以上來看 挺漂亮的新辦公司 東京大阪也有我們自己辦公司和地區 好 那我們今天講一講日本的1月1日新年 正月 如果日本和香港不同 日本是做新年是做新曆的 我們香港是做農曆的 日本來講 元旦1日1日就是日本的新年 它叫做正月 另外12月31日香港就叫做除夕 是叫跨年夜 日本就叫做大悔日 是不是大悔日 這一天就是他們叫除夕的意思 好 那新年的食物 都是講他們最流行的 過年就一定要吃蕎蜜麵 是的 所以就是會在年31日 最後那天 在跨年夜的時候 日本人都會做一些蕎蜜麵吃 那他寓意又細細長長的蕎蜜麵 就說是長壽 的意思 由於蕎蜜麵也很容易斷的 也意味著一年裡面不好的東西 就一到兩段了 舊的不好的東西就走了 好的就會繼續禮 另外就是那個年菜 他們就叫做預節料理 就是日本人通常在新年的時候 都不想做太多下廚的工作 所以有些都是比較簡選 一些可以儲存的菜餓 譬如說可以整定 或者凍食的東西為主 當然有些少部份 他們會將一層一層的重箱 就是一層一層的箱 放一些食物 另外也會煮一個雜煮 雜煮說要完蛋就一定要吃 1月1日就開始要吃 好像關東寺 那些材料不同的 他説不同的材料代表不同的意思 他説有一個年糕 我記得年新年 即是日本的新年 我在福島 即是真的 復活數碼的核電廠 但真的很久 九幾年了 是的 看著他們做的年糕 好的 那這個就是新年的裝飾 叫做門松 他們喜歡放一些門松 在圓關的兩邊的裝飾 通常都是用竹 松的葉 和煤 都放在一起 寓意說有老中青的裝飾 大家平安 另外新年的食品 鏡餅 你看到圖也是 像年糕麻糬 那樣做的東西 就是圓圓滿滿的意思 叫做開鏡之日 另外一個裝飾 你看到一條粗的麻繩 也想起了一些神社 通常神社都有些很粗的麻繩 會用來做裝飾 其實不是裝飾那麼簡單 用途就是把人和神的結界分開 那樣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這個繩 麻繩是一個很重要的飾物 好 新年倒數會又是哪裏呢 又說回年31 就是最後那天 由2016年開始 就會在蝕谷的十字路口 就是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封路做一個倒數的活動 堪稱是東京最具代表性的新年活動之一 那今年有沒有呢 今年有 不知道有沒有 是的 另外最重要的時刻就是迪士尼 迪士尼在每年的31 都會延長到去到跨年的營業時間 做什麼呢 就是會放新年的煙花 跨年煙花 專插迪士尼的主題曲 還有很多迪士尼公仔 有很多小朋友 一家幾口很喜歡進去做倒數活動 看煙花 跟卡通人物拍照 就是這樣 穿了和服 是的 是的 那時候很紅白 很流行 香港也有過 一向都有過 現在也有過 現在也有過 有的 不過你現在不看 因為現在其實那個 資訊科技太有發達了 變成大家都是喜歡看的東西 你戒漏了就看不到 其實這個都是到日本 現在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很長壽的一個新年 還是節目的 紅白大展 就是好像國內的人看春晚 過年 或者是類似 英國那麽不知道 這個我也參加過 有一年在前度 去了一個很小的神社 搭入凌晨的時候 隨直敲鐘 他們都在日本地道文化節目 就是敲108下 說除去108種煩惱 隨直敲鐘 除其 糊結了去年的不好的東西 還有 新一年再展望將來 還有就是說 他也挺難去計算的 因為他第一至107下 都是在31號 最後一百零八下 一定是搭正的 他也要數得很準 他也要數得很準 他也要人手下 是的 日本也很有編排 也挺壯舉的 如果在現場看的時候也挺興奮 是嗎 是嗎 因為差別就差很遠 初子 就是說神社活動 其實也不是只有一個地方 很多神社都會有這個參拜活動 明治 每一年 1月1到1月3 明治神功 都是日本景點 都是去參拜 超過300萬人 都要驚人 另外一件事跟香港有些不同 因為日本來說 叫做初日之出 那個活動 就是說第一個日出 第一個曙光 他叫做第一度曙光 很多人都會去一些高的地方 例如東京塔 都聽大樓 高美山那些地方去看日出 看到第一度曙光 會帶來全年的好運 這樣 會不會很多人去看 新年買減價這些東西 不是 平安時代已經開始有 傳統文化就是各地 開始會派新年的賀卡 各地的郵局都會送賀卡 的隊伍舉行出發儀式 那你一看到 這個就是出發儀式 就派成一隊 你看到很大的綿羊仔車隊 就是派賀卡 這就是血拼的時候 新年的主要項目 血拼福袋 福袋 福袋就是一個挺特別的 很多香港人都會特地去日本那裡掃福袋 不要那麼快拜拜 平時福袋的價值 裡面的價值 當然是每一邊去計算 起碼都是十倍 即是它會抵抗下來 你會覺得是很開心的 當然是剛剛用的 另一件事 但是它的價值一定是 可能價值是一萬日圓 兩三千日圓就買得到 那你會不會有些朋友買過 我罵 那些是垃圾 它是比較大路的 平均的 大路的 都用得到 但是合不合你口味 如果你喜歡那個品牌 福袋 基本上你都很開心 但是還有就是說 其實買福袋 其實你上網也看到很多攻略 因為 譬如說你買 譬如買一個福袋裡面 有十件東西 那可能主要有一兩件 是比較名貴的 有其他可能是不合用的 那他們除了買福袋之後 他們也有一個地方 會聚集那些人 可以將不要的東西 互相交換 這樣搞笑一點 是啊 那變了 你要上網看攻略 在哪裡交換 交換什麼 然後一大群人 會圍在另一個地方 可以交換一些 大家都不對 換對的東西 大家換來換去 他們也挺厲害的 如果換完 那可能只有兩件 可能有七件 或者八件 那就再超值一點了 其實 去到日本來說 新年其實跟我們也有關係 因為去到二十八日開始 不是二十八日 聖誕開始應該 聖誕開始 沒多久 例如二十七、二十八日 就開始日本假期了 一路放放放放放放到 什麼時候呢? 放到一月六日 所以這段時間 連我們的中介 或者日本的中介 都會放假的時候 到我們生意的運作 都會 很靜的 就是問不到 因為對方都在放假 所以 各位朋友 如果有些單位對的時候 就要看看那間中介 有沒有放假 應該大部分都放假 那我想到一月六日 可能七日 才回復正常 才可以問到 那些租約詳情 價錢 那個賣不賣 賣了沒有 那些全部都會去到 可能一月七日 才回到 那這段時間 我們也有準備 也有些 譬如說 有些雙熟的中介 或者有些本身 經我們買入 就是早年買入 現在放出來的那些單位 那些資料都仍然 都 那些樓盤 都是訊息 都是更新的 那些仍然都可以做到 那希望 就 會有些 好的物件 可以介紹給大家 那 那 跟著 我們就 什麽會去片 是吧 是的 那看一看 現在日本的情況 先 雖然今天不是 我們拍的時候 應該說 我們拍的時候 不是說 1月1日去拍 太多人了 同事都放假了 那我們早兩天 找同事去旅遊店看看 現在的情況 好 我們去片 好 首先大阪同事帶我們來這裡 就是 大阪天滿宮 是的 天滿宮在哪裡 很棒 的士 剛才那個單車 我掛著看的士 是的 旁邊的單車 是一隻手捧著 一隻手踩單車的 很厲害 很像日本以前的 什麼 出前一丁 哦 出前一丁 那些情況 現在說回大阪 天滿宮 那個位置 就是在南深丁 那邊 就是天滿橋 那邊 是的 其實就是 咦 是不是過牆 那隻手 剛才 是的 天神橋跟商店街那邊 天神橋跟商店街那邊 天神橋跟商店街 就是一個 日本來說最長的商店街 那個商店街 大概有600間店鋪 在裡面 應該都是日本最長的商店街 是的 但是買的東西 我走過的 其實都是買一些紋身段 為主 就是那些日用品 藥 超市 食物 平民一點的東西 是便宜一點的東西 如果你喜歡走一些 平民一點的東西 在那邊走 因為真的便宜一點 食店也便宜一點 那個盡頭的位置就是 這個天滿橋的神社 如果去新年來說 也會有大阪的人來參拜 那可以看看 他跟我們一樣 是十二新潮 是嗎 剛才也有說過 初子 剛才也有說過 好嗎 我想如果你說去到日本 也有熟悉的 其實就近都有一些神社 那個就大不大 大不大 大不大 大好大 小有小大 你看看 有些不如新年的裝飾 藍波神社 藍波神社 是嗎 不是 是嗎 說真的 那些牌 那些牌 那些是人很奇怪的 那些是小鬼 那是小鬼 那是女的 那是女的 這些神社都是一般住宅 稍後就來了商店街 藍波海通 這條街應該是由藍波站的出口 應該是二三出口一路走 就是顧力果的位置 就在盡頭那裡 其實店舖不是很長 但是舊債的集中 也是旺斷來的 你看到這個時候都佈滿人群 有些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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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了 剛才你們說這裡一路走到 這裏是藍波站 其實藍波站E3出口 一直去到盡頭就是顧力的位置 再走下一條街就叫做深齋橋跟商店街 其實是連著一條直線 所以你們說大阪很小 多久 這裡走到幾分鐘 走到幾分鐘 你如果一路看就走很久 可以 是啊 我走整個小時都出不去 每一間都走進去逛一下就走很久了 這間 這個蛋糕很棒 走過也要買一個 站在門口咀 一家幾口就一人咀一塊 在香港也有分別 所以就不太多人咀 但那邊咀一咀是比較香的 還街上也是買藥妝 食店那些 都不戴口罩 都不戴口罩 那邊咀是一塊兒子 到某個中素 都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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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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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的很普通 你都看見他學生的那些 都是很膽薄的 尤其是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都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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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頭了 南海南坡那邊 南海南坡那邊 通常我們出差 在機場 就乘搭 南海南坡線的總站 來到這裡 三十多四十分鐘 就到了 來到這裡 同事就在那裡接應我們 即是你們在機場 在台灣機場 接著就乘搭到這裡 終點走 接著在這裡 就叫Patrick 接著他就駕駛車過來 繞我去公司 Patrick是誰 大阪分店的店長 都是一個宅建士 建物取引士 也是很難考 一年考 合格率是15% 其實都挺低 因為我曾經聽過 說不值難考 一個司法書士 還要一個香港人考 其實我都覺得挺厲害 這個高度屋 高度屋 很棒 又是有段時間去走 好 剛才我們看完片 看到那邊有疫情 但是日常生活的人都很正常 對 我相信 因為這條片始終是幾天拍的 還未搭正元旦和新年 所以新年的時候都會更加旺 因為現在年底的日子都已經這麼多人了 希望今年我祝大家順順利利 全年順利利 最重要就是身體健康 疫情快點過去 好 那我就祝 我有些客戶放賣 有些客戶都在買 希望這段時間都順順利利 我祝大家身體健康 收租穩定 投資回報日日升 非常好 好 多謝大家 下星期再見 拜拜